大家小时候都听过灰姑娘的故事吧 那大家听过中国版灰娘娘的故事吗 很久很久以前 在一座茅草屋里生活着一位美丽而又可怜的姑娘后本 她天天饱受自己寂寞和季姐姐们的欺凌 然而这天后本却听到了一个足以改变自己命运的消息 头上最近要选飞了 我这两个漂亮女儿一定可以选上了 我也想过 是啊 可怜的后本虽然想去参加选飞 却连一套得体的衣服都拿不出来 而这时一位不数字客的到来 让事情发生了转机 哦 欧赞呀 欧赞呀 今天的是只要你不输出去 本座就答应你这个愿望 什么愿望都可以吗 lässt 我要变妇变眉 我要把它给你 全部交给你去 卧溺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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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溺 但是你在今晚十二点之前必须赶回来 不然就会变成之前的样子 好 我一定赶回来 皇上驾到 皇上好帅啊 我上旁边的戏 我也很迷你什么我啊 我是皇上驾的人 这么多好吃的 没想到皇上对后本一见清新 两人谈天谈地感情高速升温 而那三个 怎样看着这一切却也无论为例 可是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时间到了我要回家了 不留下了归宴吗 不留了 找到她 是 哪个公主丢了一只四十一八的妾儿戏 哪个公主丢了一只四十一八的一只妾儿戏 是 刚刚好 大了 站一个 我这个也刚好 正当皇上失望而归的时候 一个人引起了她的注意 这儿不是还有个女孩吗 皇上 这是我们家的丫鬟 肯定不可能是她 来你闭嘴 给那个 我真是爱你 和你女孩��� 怎么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都不可能 都不可能 就是她 就是她 要你倒射 故事的最后 后本的继母和继姐姐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而后本和皇上则过着没凶没少的幸福生活